各位早安,我們是CVQ 我們以區塊鏈做了一個公投系統 我們的目的就是基本上讓任何人可以對任何議題發動一個公投 然後號召全民,然後尋求共識 我們的願景在於建立一個民主式媒體 因為時間比較有寫,所以說我很快要過去 有興趣的話可以不再問我們 基本上經過了Web 1.0 把目前傳統的媒體數位化之後 聽過Web 2.0的社群媒體 然後現在我們認為說應該是到Web 3.0的部分 Web 2.0這邊其實也發生蠻多問題 其實就像Netflix上面有這個Documentary 叫做Social Dilemma 我相信有些人可能看過 那基本上這是對我們影響非常大的一個啟發 這樣子 那我們平台的這個訴求呢 有四個使命 數據道德、預教娛樂、數位民主以及普惠金融 那 基本上我們發現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現在的這個市調或民調 基本上都會有存在這種抽樣不充足的一個問題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在對很多事情上面 不管是科學、歷史或人文都有認知的 這個共同認知的 資訊不對稱的一個問題這樣子 那這樣也有些造就很多假新聞啊 或假訊息的一個問題在這邊 那結果呢就會產生一個極度兩極化的一個社會現象 那可是生命其實不是非一極化 其實是葛雷的50道陰影 那我們最大的問題基本上就是說 其實無知其實是一個可被治療的一個疾病 那可是如果任由發展的話 其實就會變成一個人類成本的威脅 比如說 Helocentrism啊 日清雪 或者是COVID-19 目前的現象 要不要戴口罩啊 要不要打疫苗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社會亂象的來源這樣子 那基本上我們把這問題分成好 大概六個西鄉問題 基本上 目標族權跟人口統計 這東西是目前社會媒體常有看到的一個解決方案 但除了這個之外呢 在透明公開的部分 我們是用區塊鏈去解決這個 單點故障的風險 那以及身份驗證部分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一個 身份驗證方式去做各自的這個識別化 來阻止網軍關票的問題 那除了這兩個之外呢 我們提供了這個 排序決跟平方決的方式 來去衡量 這個喜好者的這個強烈感這樣子 那最後當然是同溫層的部分這樣子 那我們認為說 透過知識普及化的方式可以進行這個問題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說 我們希望了解說 看我們這邊有什麼東西 是開源跟大家來分享 這樣子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我們的這個桌子這邊 跟我們進行討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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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